全国运动会17号下午在花莲县立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 来自各县市好手一一进场接受大家的祝福和打气 大会主席花莲县长徐正贵 除了预祝与会的所有选手可以展现所能争取夹击之外 也欢迎大家到花莲 在比赛之余可以享受花莲的美丽风景及在地风情 109年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式 在花莲县立体育馆登场 首先是由国立大学的同学们以舞蹈揭开了序幕 另外再结合花莲在地特色的原住民舞蹈内容和社团表演 为今年的全民营活动展开了精彩的内容 而在开幕式表演活动中 最吸睛的就是结合科技的VR实镜平平安安的开幕表演 透过APP让包括总统蔡英文和大会主席 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 透过手机就可以看到精彩的内容 随后开幕式的重头戏运动员进场 是由筹备处的处长也是花莲县县长徐真卫 率领着同仁进场向大会主席 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来致意 接着则是各县市选手进场 压轴当然是地主的花莲县选手 也在县长徐真卫的率领下为整个活动掀起了最高潮 不论你爱运动不爱运动 都欢迎来花莲一起动一动 掌声加尖叫 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到花莲感受乡亲们的热情魅力 花莲县境内有着世界级的秀丽风景 以及多元族群文化融合的风貌 花莲县山光水色奇与美 向来受到大家的喜爱 欢迎大家历历美丽的花莲 运动员进场之后 则是包括了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苏贞昌和花莲县长徐真卫 都为这一次的活动来致辞 也欢迎所有的选手在比赛之余 也能够好好欣赏花莲的好山好水 感谢的人非常多 无论28个场馆的改善 新建或者是从零到有的全面重新来破话 我要谢谢花莲县政府 所有的局处厂首长以及所有的团队 从文化局开办全国第一个 以运动为主题的电影节开始 再到我们整个主场地 是全面没有一次性的餐盘 全部的绿色的摊位 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节目 以及所有的整个策划 如果没有我们全国各县市首长 在我们传递圣火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迎接圣火 都能够赞叹运动的和平 我相信这一次的运动会 没有办法能够圆满 所以我相信各县市的首长 我们要谢谢他们 更谢谢来自各县市的运动员 因为有你们的成就 让花莲能够圆满地把全民运 把它做好 109年全国运动会17号开始 一年举办五天 一直到22号 也欢迎花莲的乡亲 可以前往各赛事场地 来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体责花莲市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